第四章 文化 用一个相机 然后端来做这个逃犯 以及黑名单不控 那整个大数据对一个人的行动 行程 就是完全就是可以说了若执掌 在这个APP上 我们还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个排名 也是给基民营造了一个比学赶超的一个氛围 像我们现在有夜巡的 还有家园清洁的 垃圾分类等等 开车如果违反交通规则的 这个失信对家人呢 或者说孩子以后升学都会有影响 我们之所以被关押到监狱 是因为我们更加更努力 更投入地为那些人去服务 为那些人去争取人权 这些警察他们会去找我的邻居 散步遥远说我是卖国贼 别人审查你 到现在你会自己审查自己 还有人呢 对 有一个手机 有一部手机不安全 我的丈夫是一个律师 在2020年1月12日被警方逮捕 就是从那个时候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有时候睡觉的时候 可能做梦会有一种压抑 就是很压抑想出去 想出去出不去 想说话 说不出口 大声喊也没有人听 我没有人听说话 就算怎么打电话 就算不出口 知道了 我没有人听说话 是一种会他 我已经看到了 你